大陸近期的群體維權抗議事件不絕 9月4日河南省諾陽市萬津區 第一高中和第二高中的幾百名教師 集體在各自學校門口靜坐抗議 要求儘快發放已經拖欠幾個月的工資 中國府權創辦人時事評論人張青表示 大陸民眾的普遍覺醒正在加速中共政權的跨台 金融專家時事觀察人士施進認為 中共當局已經無法支付龐大的維權開支 獨裁統治難以為繼 先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